人生追求快樂 會否在一個很貧窮的環境 反而是得到更多 其實這個社會 衝突已經多到 好像什麼都沒有 全部都好像沒有人生存的空間 香港這麼富裕的城市 我們都見到這麼多貧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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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容易 很嚴重 我們這個社會 看起來是很繁榮 其實繁榮的背後 都有一班人是很貧窮的 可能我們看不到 我的作品會有兩個 主要用膠樽來做的人 有錢人的頭部 就是會變成一個紫皮的 惡魚頭 窮人就是一個牛的紫皮頭 外面都是膠樽 外表一樣 而是裡面 裡面有一個 我用法科膠做一個心 而心呢 一個是 紅色 一個是黑白色 窮人他對生活有熱誠 就算他是窮 但他不會坐在這裡 什麼都不做 有錢人 其實 只是坐在這裡 心裡只有數字 股票 不會對任何社會 有什麼關門 我覺得這個 很貧窮 很虛無 他的生活都可以 這兩幅畫的意思 這個一幅 這幅是有錢都會哭 這個沒有錢都會笑 因為香港屬於有錢人的地方 是高尚住的地方 不是貧窮的地方 貧窮的地方是王國 我夢想我自己有錢 有多錢可以做事 學店頭 學做銀行 做老闆 做畫廊 都可以的 我們這次做的作品 是做過一個 無字的塑膠人的雕塑 它其實代表三個階層 最高的階層 就是好像在享受生活 其實就是一些社會上比較有地位的人士 而中間就是支撐著社會的一些中產的人士 而這些中產的人士 都被上流的社會牽制住 但是其實在我們這些階層的下面 還有一班低下的階層 他們就是真正的貧窮 我們參考的地方 就是在大角咀的一帶 其實在一階之隔 我們就會見到隔壁的商業大廈 然後回望我們去學人的地方 其實在那裏 連升降機都沒有的樓 然後那裏的人士 大多數都是老人家 那我在經過的途中 看到一個婆婆跌了一元 其實她也很緊張地去找回 那一刻我會覺得有點心酸 那我這一份作品 就是圍繞著貧窮和環境 那我就會在我一隻碟裡 就放了不同顏色的高樓大廈 還有種一些草 加上也都會有一些動物的模型 那在這個盆景下面 我亦都會裝一缸魚 去形成一個好像綠洲那樣的城市 這個綠洲其實不是說 在物質上面的貧窮 我覺得如果我們的城市 沒有好的環境 令到一些居民不能在郊區裡住 亦都是一種情況 建立一個這麼綠色的環境 是我對我們城市的一種 很富裕的盼望 是一個憧憬 我今次的作品 就是做了一個雅煲 好像一家人在那裏吃飯 或者是一班人在那裏吃飯 原意就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如果我們把所有的資源 平均分配好 其實社會上 人人都可以生活得開心 和快樂 和大家覺得平等 社會就會和諧一些 就算好像一個家庭這麼小 如果父母 他們是對小朋友 都是沒有偏心的 大家平等的 爸爸媽媽小孩子 都是同吃這麼多的飯 一家人一樣是很開心 因為裏面是有愛 因為這個世界如果有愛 我想會更加美好的 我的作品 概念是指貧窮 我很想幫弱勢社群發聲 我利用了牛奶瓶 我用鐵絲做了人仔 把它放在牛奶瓶裏面 就想用那些設施 的人仔來代表那些貧窮人士 他們很努力地去生活 來突破這個瓶頸位 真的很想讓人知道 他們很難去脫離這個貧窮 他們花了很大努力 但可能最後都不成功 這部畫中 這個群組其實是 營造了一個空間出來 而裡面其實有一些人 那些人就 看下去沒有什麼表情 也沒有多元的東西 在身上 好像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新區 那些人就在這個空間裡 一直生活 但其實他們不斷在做的事情 即是讀書也好 生活、賺錢也好 其實他們背後的動力 是來自他們想脫離這個空間 我會用一個雕塑的方式 製造一個行黑者的姿態的雕塑 我會用一個一毫子 來貼上一個雨衣上面 再鋪在雕塑上面 我用一毫子 就希望說 其實窮人 都會用他們自己的努力 去一分一毫子 維持他們的基本生活 而且一毫子 雖然是最小的面額 但對他們來說 也是最重要的 居住環境差 是另一種貧窮的 因為貧窮帶來的 一種很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心態上這件事很重要 即是有些人 就算你住沒有大家的屋 也好 或者很有錢也好 始終有些 生命上的東西 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就算你有多少錢 你都不會有那些貢足感 不可怕 一個人 年輕人 更新的, 女村 少年 不誰 如果也不會 很重要 可以 不可能